美俄防長首次通話 俄通往北大西洋門戶恐避風 無力抗北約 聯合國恐調查俄戰爭罪 中共再為俄撐腰野關注 美中對女東盟北約警告 中共不是北約對手 聶名者出手《我最大影音平台被黑》 90%資料被毀 美眾院舉行中共強擇聽證會報關鍵證據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4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五國大樓今天5月13日宣布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美國防部長顧斯丁首次與俄羅斯國防部長 邵伊古進行了交談 奧斯丁敦促俄軍向烏克蘭立即停火 這也是自2月18日以來 兩位防長的首次通話 奧斯丁強調了保持溝通渠道的重要性 自從俄烏戰爭開打後 俄羅斯高級軍事領導人曾一直拒絕與美國同行交談 3月24日 五國大樓新聞發言人柯比表示 奧斯丁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將軍 已經並繼續尋求與邵伊古 和俄羅斯參謀總長傑拉西茂夫將軍通話 但俄方都一直拒絕參與 一位國防官員對CNN說 在奧斯丁和邵伊古今天通話之後 米利將軍還有望與他的俄羅斯高層聯繫 看看是否有可能安排通話 但目前沒有任何對話安排 俄羅斯塔新社援引俄羅斯國防部的話說 這次通話是在美方的窗椅下展開的 討論了國際安全的熱點問題 包括烏克蘭的局勢 自俄羅斯戰以來 美國和俄羅斯建立了一條熱線 即消除衝突熱線 以防止對這個地區的誤判 以外軍事事件和衝突升級 美國歐洲司令部負責該線路在美國方面的工作 目前芬蘭已經聲明要加入北約 俄羅斯也放狠話 說採取軍事技術措施來回應 如果俄羅斯與北約衝突 也有爆發核戰的可能 新聞週刊12日引述網絡軍事媒體的估計 目前俄羅斯遲遲無法拿下決定性戰果 損失更是相當慘重 軍事專家分析 包括支付俄軍的薪資、作戰武器以及維修裝備 估計俄軍每天大約需要9億美元 來維持軍事攻勢 而在最寬鬆的標準下 俄軍最多能在烏克蘭戰場再撐90天 然後俄軍部隊和裝備將孤揭而無法繼續 而且經由烏克蘭戰場實證 俄羅斯完全沒有與北約對抗的本錢 軍事媒體主編 俄恩·斯彭茨認為 雖然普京一再警告北約 不要介入俄烏戰士 揚言會閃電報復為烏克蘭提供軍備的國家 但在糾弓不下與資源耗盡的內外交逼之下 俄羅斯已經失去對抗北約的能力 斯彭茨分析 如果俄羅斯與北約發生直接衝突 美國可能在一週內派出200到300架軍機來打擊俄羅斯 美國的火力與波蘭、法國、德國和英國的軍隊相結合 將使北約擁有強大的戰鬥力 只是美國國防部對於支持北約打擊俄羅斯一時 似乎採取相對保守的態度 僅表示相信普京不希望與強大的北約力量發生直接衝突 外界普遍認為 芬蘭和瑞典現在同時急切謀求加入北約 意味著北約被俄羅斯致命一擊 而兩國一旦正式加入 戰略要地波羅的海就將被北約成員國包圍 這也等於俄羅斯通往北大西洋門戶將徹底封死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本週末前往歐洲 參與北約的外長會議 美國駐歐洲安全組織大使卡本特 5月13日表示 俄羅斯強制將數二萬計烏克蘭人 帶往俄國掌控的領土 江系馬利烏波爾就有數千人被帶走 發廣報導 卡本特引述目擊者的說法 大家都害怕被帶往頓內茨克 如果有人遭控是烏克蘭納粹 就會被帶往頓內茨克 接受進一步審問或遭謀殺 美國國防部9日也表示 已經看到烏克蘭人被強迫帶往俄國的跡象 不過並未提供人數 但澤連斯基4月初曾表示 俄國入侵烏國六週來 有數以千計烏人被帶往俄國領土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5月12日以33票贊成2票反對的壓倒性通過決議 要對俄軍在烏克蘭可能犯下的嚴重侵犯人權事件展開調查 但是中共與東非、阿納粹特里亞投下反對票 另有印度、巴基斯坦、古巴等12國棄權 據CNN報導 投下反對票的中共 在今天5月13日逐出辯解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樂堅 指責人權理事會雙重標準 頻繁針對一些國家召開特別會議 卻未能對另外國家長期污衊別國人權狀況 發動侵略戰爭、濫斯單邊制裁、種族主義氾濫 槍之暴力盛行的情況採取有效行動 說聯合國的行為火上加油、激化矛盾造成分裂 利犯華顯然已有所指 俄國入侵烏克蘭長達兩個半月 中共一直採取俄羅斯沉默夥伴的立場 雖然近來好像北京風向正在轉變 但趙立堅的這番話再次看出中共執迷不悟 再為俄羅斯撐腰 彭博近日分析 美國政府的高階 看到俄乌戰讓美國更有機會加速推進對抗中共的戰略 美國政府多次公開表明 未來的最大挑戰來自中共 並指中共正運用其經濟和軍事影響力 扭曲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而現在美歐都意識到來自中共邪惡軸心的威脅 歐盟領導人馮德萊恩5月12日明確表示 印太地區也是緊張情勢的戰區 歐盟要更積極參與印太地區 在這個地區肩負更多責任 他還指出 俄羅斯在入侵烏克蘭 以及與中共結盟關係 都對世界秩序構成最直接威脅 他還呼籲中共在國際舞台上扮演建設性角色 捍衛多邊國際秩序 顯然歐盟領袖的這番話 是在警告中共 歐盟會參與印太地區事務 路透報導 白宮發言人沙奇表示 拜登正在考慮本月曼瑟士後訪問亞洲時 前往朝韓非軍事區 拜登預計將在5月20日至24日訪問韓國和日本 與兩國領導人舉行會談 沙奇說 白宮仍在規劃、決定拜登訪問亞洲的行程細節 幾位美國前總統以及拜登本人 在就任前都曾訪問過朝韓非軍事區 川普總統2019年6月 甚至在非軍事區會見了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沙奇重申 美國認為朝鮮可能最早在本月準備進行第七次核試驗 韓國和日本宣布朝鮮星星期四 5月12日向東海岸附近海域發射了三枚彈道導彈 這顯示朝鮮仍在推進他們武器計劃 美國譴責朝鮮最新的導彈發射 也再次呼籲平洋恢復對話 拜登這次亞洲行被受各界關注 本週、日本駐美國大使庫田浩爾表示 拜登此行很可能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以對抗中共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5月13日 拜登在華盛頓會誤到訪的東盟國家領導人 這些東盟國家領導人45年來首次受邀訪問華盛頓 也是拜登的印太戰略首次接受考驗 出席這次峰會的東盟國家包括越南、泰國、魯窩、文萊、 柬埔寨、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 美媒Politico報導說 俄羅斯戰爭受挫為美國在東盟地區創造了一個機會 因為這些國家有對中共侵略有潛在恐懼 這使得他們能夠加倍支持美國印太戰略的價值觀 主辦這次特別峰會是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一部分 白宮聲明雖然沒有提及中共 但很多人相信中共問題、貿易以及俄烏戰爭等 將是這次峰會的重要議題之一 而近日中共外長王毅警告東盟說 美國煽動製造陣營對立,甚至在挑動軍備競賽 他還表示中共會進行抵制 而北約副秘書長米爾赫吉瓦納近日表示 中共軍事力量的快速擴張和現代化 以及脅迫性外交對全球安全構成了挑戰 必須做出大量的行動 才能確保民主的生活方式繼續延續 而這正是北約必須捍衛的目標 他還提到中共不是北約的對手 值得注意的是,吉瓦納說 全世界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 特別是亞太地區的民主國家需要共同努力 應對中共及其戰略夥伴俄羅斯帶來的安全影響 吉瓦納的評論是在北約新戰略概念公佈之前發表的 北約新戰略概念會在6月的北約峰會上宣布 重要性僅次於北大西洋公約 將規劃出北約未來10年的戰略路線 而非常重要的一點是 新戰略概念將首次與中共崛起雙抗衡 這個與上一版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變 當時戰略中沒有提到中共 吉瓦納說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5月9日在俄國慶祝二戰勝利紀念時 俄國最大影音分享平台Rutu 受到最大規模的網絡攻擊 導致網站完全癱瘓 連續5天仍未得到恢復 全球最大國際黑客組織匿命者在推特發文表示 這場網絡攻擊是他們發起的 他們不但破壞了網站內部75%的資料和算法結構 做燒毀了90%的備份文件 目的是要讓這個平台徹底消失 匿命者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多次利用網絡攻擊 刻入俄國各大政府網站、電視台媒體等 想通過癱瘓俄羅斯的網絡 來阻止俄國政府向國內外散布虛假消息 5月12日星期四 美國國會眾議院藍托斯人權委員會 針對中共強行摘取人體器官問題舉辦聽證會 主持人眾議員史密斯在會上發言說 必須阻止中共毫無人道的做法 史密斯在開場發言中指出 中共政府一貫打著人民至上的口號 殘害人民 從上海封城和強摘器官等案例來看 百年來 中共始終將人民放在最卑微的位置上 任其欺壓虐待 在聽證會前 一份發表在美國移植雜誌報告透露 中國醫護人員不遵守醫學倫理 在沒有確認腦死亡的情況下拿走器官 讚寫這份報告的作者 羅伯深在聽證會上表示 他從1980年至2015年期間 從中國發表的醫學論文中發現 中國醫護人員的這些行為 但是在2015年以後就找不到證據了 這個可能是因為中共已經停止刊登相關論文了 史密斯表示 他聯合其他參眾議員 推出了制止中共這項野蠻行徑的法案 法案通過後 將會授權對相關人員施行制裁 美國將拒絕或撤銷從事這項惡行的人的簽證 並禁止向參與其中的機構出口器材 史密斯議員表示 該法案須要在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 並由總統簽證 他表示 細放醫療界必須檢查自己 是否成為中共這些令人發指罪行的道德共犯 今天的新聞和大家播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